今天來到台南你知道齁 看到現場有這麼多的朋友齁 其實我心中最想講的一句話就是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最後我們這個黃國昌齁 在打賴清德的這個違建案齁 開始齁 賴清德說他爸爸是礦工 小時候他們家很窮 台風來的屋頂會飛走 所以他們就是那個房子 後來齁 黃國昌用空罩子跟他講說 拜託你不要縮謊好不好 你那個違建是2003年以後才新蓋的 我現在看賴清德就是被謊話淹沒了 黃國昌他家的違建也有拆掉 而且齁 他還去申請那個拆照 我問他說黃國昌你怎麼還沒拆 他說那個齁 要拆掉齁 要先申請那個土方的處理方式 所以你看看齁 人家黃國昌也是要拆掉 而且齁 我發現2012年齁 縮家專教小英齁 要搭檔競選總統 人家也說他齁 屏東那個農舍有問題 人家也關出來 我記得去那個4年前齁 那個韓國瑜他家的違建也是 整棍都被拆掉 我今天要問的是齁 如果每一個人 都把他們家的違建拆掉 今天賴清德有什麼理由不猜 我說齁 你號稱自己是一個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那麼現在美國政府已經明白的表示 美國政府不支持台獨 請問我們這一位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要怎麼繼續的推動台獨 你認為台灣是什麼時候 獨立建國完成了 如果台灣已經獨立建國完成 那你過去這麼多年是在喊什麼東西啊 那如果台灣還沒獨立建國 那麼在美國政府一反對 你馬上變台獨 從台獨金孫變成台獨的閨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